中国游泳队一夜期间谁是王中之王 答案是潘展乐 虽然潘展乐说 接下来的一年里会更加拼命地去训练 没破世界纪录就不配叫中国飞鱼 但是他46秒97的成绩 别说泳迷了 连夜内的队友对手都震惊了 一个细节可以看到潘展乐为何是王中之王 当他在100次的表现出现在男子200婚新闻发布会进行时 秦海洋与赖护大也已经无法认真对待发布会了 赖护大也甚至还提醒汪顺你看看潘展乐的成绩 于是三位世界级选手集体震惊 网友说这表情太真实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